大家好 我是徐國勇 歡迎收看全國的英雄 美國大選一波未平 一波在急 臺灣時間 今天的凌晨 拜登突然間宣布要退選 而且他支持賀錦麗來接班 賀錦麗就是現在的副總統 大家知道賀錦麗 他是副總統 但是他是黑人血統 因為他爸爸是亞馬加人 媽媽是印度人 這個消息震撼了全世界 那民主黨最後真的會提名賀錦麗嗎 川普似乎蠻高興的 他認為賀錦麗好像比較好打 真的這樣子嗎 所以川普是不是比較有機會獲勝 所以會更有機會重回白宮嗎 全世界大家都在看 這個我們要關心 就像說前美國AIT的處長楊書蒂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臺灣在美國的選舉裡面不是局外人 不是outside而是一個insider 所以臺灣不是局外人 為什麼因為美國跟臺灣的關係太太太密切了 那我們當然回到國內要看看南白陣營 最近幾位市長的心情似乎七上八下 譬如謝國良 蔣萬安 高宏安 還有面臨政治危機的等等相關的 譬如說楊文科也是一個 那這些面臨政治的危機 有的是司法審判 有的是要被罷免 隨著罷免我們看到謝國良審查的進行 反罷免的奧波似乎也越來越多 應該和政治無關的夜市也被牽扯進來了 到底這怎麼一回事 大家都在問 相關議題值得大家來探討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立法員 我們的陳冠廷 冠廷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來我們的財經專家徐清晃 清晃 永哥好 大家好 我們立法員榮譽顧問陳柏惠 謝謝 大家好 來我們的實質評論員 溫朗東 大家好 我們的政治學博士王志聖 志聖 永哥好 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下拜登要退選 拜登宣布退選 表態支持賀錦麗副總統 民主黨美國總統候選人懸而未決 因為民主黨的黨員代表大會還沒有開 而共和黨已經開了 共和黨已經提名川普了 拜登改變心意退選 結果幕僚只比大眾早一分鐘得知 大家都 shock 但是其實大家心裡似乎也有這個準備 因為這個傳言已經一個禮拜多了 在這個時候拜登退選賀錦麗準備好了嗎 還有法律人的習性 因為賀錦麗本身就是個律師 川普稱他是個怪物 是怪物嗎 大家都在問的時候 挺賀錦麗出戰美國總統大選 民主黨線上捐款 一下子狂飆 一天募得15億元 這是很大的一筆金錢 這個時候拜登挺賀錦麗接班 川普說他更好羈絆 真的嗎 不知道 大家都在看 不過拜登的決定 影響了全世界的股市 包括美國的股市 台灣的股市 但是大家都看到 美國政治真的是全世界都在關注的 我們來看個相關報導 拜登宣布退選震驚各界 退選聲明談政機表達感謝之情外 最重要的就是強調民主黨必須團結 一起打敗川普 並支持副總統賀錦麗挑大樑上陣 事實上拜登在辯論場上 災難性表現開始 民主黨內至少35名議員 公開呼籲拜登退選 但拜登日前堅持要選到底選到贏 現在做出重大轉向 過全十分保密 連拜登的幕僚都是最後一刻才知道 而拜登曾說身體出問題就考慮退選 但CNN報導退選決定與健康無關 我所在學習的一件事 並不是一部分的發言 是醫療問題 我曾經說過一位大學官員 總統沒有任何重要醫療程 除了日常的訪問 而拜登表示本週會向全國說明退選原因 外界猜測拜登民調表現不佳是關鍵因素 拜登決定退選了 臺灣的政壇怎麼來看呢 我們看看行政院長卓榮泰說 祝福美國總統大選平安順利 無事要說堅定目標是什麼 讓支持臺灣成為美國重要的國家政策 那我們也相信其實支持臺灣 不分共和黨民主黨 應該都是要支持臺灣的 因為臺灣實在是太太太太太重要了 拜登退選 崇敞國民黨的覆設嗎 謝榮介勸民主黨說不要換拜登啦 因為國民黨有慘痛的經驗 你拜託啦 你兩個國家差很多啦 把臺灣的經驗拿去跟拜登獲在一起 對嗎 因為你們會當時會換人是因為你們那個人要跟中國統一啊 人家拜登沒有要跟其他國家統一啊 所以啊 賀錦麗也沒有要跟印度統一啊 所以這個蠻有趣的 所以從這裡來看 郎東 怎麼來看整個拜登退選在國際上 尤其臺灣怎麼來看 對 有些國民黨人現在就是說 不要去換 因為當初換出去很慘烈 其實這些呢 如果你是代表著一個政黨的話 發這些言論都不是很恰當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說到底是民主黨 還是共和黨會選上 所以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當然我們評論員是很自由啦 我們要支持哪一黨都可以 但是如果對於一個政治人物 特別是立委甚至要選市長的人來說 我覺得是不恰當的去發表 支持特定這個美國總統候選人的一個言論 而且呢 我仔細研究了一下 發現是說呢 確實這一次的一個拜登呢 他選擇退選這件事情 跟當初所謂國民黨換柱事件 有非常大的一個差別啦 首先呢 在拜登還沒退選之前的話呢 民調上面的話並沒有完全崩盤 川普43 拜登41 也就是說呢 這個拜登還有hold住一個基本的民調 他們差距還蠻微小的 然後呢 這個在整個目前來說呢 如果說呢 在這個換了之後換成賀錦麗 CNN有統籌大概六七家這個民調 賀錦麗呢是低於川普一趴 大約四十八比四十七 所以拉距是非常一個接近 那這跟二零一五年 馬英九被大家所唾棄民調崩盤 然後洪秀書就有非常多這些親中言論 然後導致被朱伊倫拉下來 這個相比之下是完全沒辦法類比 所以我覺得說美國這選舉 雖然因為川普他遭槍擊的一個事件 讓川普獲得非常多美國人的同情跟肯定 但是呢 整個美國政治一個氛圍上面呢 並沒有因此一面倒的往共和黨這邊朝向 那雖然川普還是有優勢 但是我覺得在民主黨他重整旗鼓之後的話呢 未來四個月其實呢 到底是入死誰手 還有非常大變化的一個空間 那川普目前陣營都採取一些 比較溫和的一個策略 跟他過去一些主要要戰啊等等的 這樣的一個風格呢 很明顯的產生了一個差別 就表示說他也知道 最後中間跟搖擺選民的一個走向 會決定局勢 所以美國選舉這場這個選戰 還有的打 並不會因為說呢 拜登呢他換成了另外一個候選人的話 就宣布川普的獲勝 所以我覺得各政黨的一些要角門 還是要用一個比較理性的態度去看待 這次美國選舉的變化 所以其實美國選舉對台灣多重要 從上個禮拜 楊舒蒂 AIT前處長 他就知道楊舒蒂他的中文非常非常非常好 他也一直對台灣極為友善 對台灣的政治觀察 他更是極為深入 楊舒蒂 當然我看他是比較優心川普 他認為川普比較unpredictable 就是比較不好預測 不過不管怎麼樣 他的結論是台灣太重要了 尤其美國選舉 台灣更是要關注 因為你台灣不是局外人 你不是一個outside 從哪一部分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軍事媒體披露 美國要軍援印太二十億美元 結果其中台灣要獲得十二億 這實在是差很多 二十億 台灣分得十二億 所以顯然的美國維護 台灣的決心 是極為堅定的從這裡看得出來 不過有人說 川普講 川普講說台灣要付保護費 結果不是保護費 他是希望說我們要defense 我們自己要保護自己 換句話講我們要買自己的武器 自己要花錢 所以至聖 所以怎麼來看美國這個選舉 台灣不是一個outside 這是楊舒蒂講的 是沒有錯 當然當今天這個台灣的凌晨時間 這個拜登宣布退選之後 就有人開始在想說 糟糕了 那接下來拜登退選 美國對台灣 接下來這段時間 到選舉結束之前 是不是就不支持台灣了 因為什麼拜登退選了 不不不不不不不關 一段退休了 就沒想到就在同一個時間 美國就公佈了對於印太的軍事援助的20億美元 當中這20億美元 台灣佔了12億 等於佔了差不多60% 那當然這些東西都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政府的一貫性 不會因為美國的大選而改變 而會有起伏 剛剛楊舒蒂講說 這個台灣在這場大選中不是局外人 這是兩個雙向性的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 今天不管誰當美國總統 即便川普極力的告訴台灣說 你要Pay for defense 你要這個花錢來買一些防衛性的武器 來保護自己 那個東西還是要提醒你說 你要先能夠保護好自己 這樣美國才有能力來繼續來 來這個後面的來支援你 那對拜登政府來講 看到這四年來 不管從軍購 從這個地緣政治的變化 你也看到了說 事實上 其實民主黨政府也很清楚的知道 台灣對美國來講 那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不只是半導體 半導體民主的價值 當然還有地緣政治的戰略的這個重要性 等等 所以其實這個台灣當然不是這個整個美國政治當中的局外人 那對台灣來講也一樣 今天不論誰當這個美國的總統 或者像我們看到這三個禮拜的峰回路轉 大概也都可以判斷的出來 就是說這個下一任的美國總統 抗中的路線依然這個維持 甚至在這一段競選的期間當中 台灣的議題勢必會成為民主跟共和兩黨互相加碼的議題 到底是你比較挺台灣 還是我比較挺台灣 那個對於整個美國國內的氛圍發酵 是有一定程度的效果的 那所以其實你說今天換賀錦麗 有人說他比較輕忠 那我們就不談他過去 當然有一些背影 但是他至少從這個拜登政府的副總統 副總統開始 他的態度他的立場 他的言論基本上跟拜登是一致的 沒有什麼輕忠不輕忠的問題 所以你會看到說接下來這一段時間 大家其實共和民主兩黨會是在這個中國議題上面 或者是在兩岸的問題上面 他們會有他們的表態跟立場 那最後我講一個比較有趣的就是說 到底現在如果真的是賀錦麗 當然還沒有確定 他等到八月份的民主黨代表 他才會確認嘛 但是如果是賀錦麗的話 一個很大的轉變在 現在民調差距很近 可是接下來我們看看一個東西的發酵 美國的媒體在之前 美國的媒體當然有在評論說中間選民很掙扎 到底要在一個瘋老頭跟一個傻老頭之間怎麼投票 然後這當然很掙扎 那掙扎就當然川普因為一系列的過程 他獲得了一些一些現在的同情跟支持 可是賀錦麗 第一就年紀來講 五十九歲六十歲 年輕拜登年輕川普年輕將近二十歲 第二他看起來的態度立場 女性的那種那種特質是比較溫和的 所以是不是某種程度就剛剛朗東講的 接下來會發酵影響某些中間選民 這個就會或許可以看得出來 剛剛勇哥一開始有講 那個募款的部分 這個拜登凌晨一點 台灣時間凌晨一點說 這個要宣布退檢支持賀錦麗 結果他那個募款的那個專戶 短短的大概就是一天之內 不到一天之內 就已經超過五千萬美金 十六億台幣 那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個拜登之前平均每天的 每圈的募款 每天 每天的募款差不多是二十萬美金 每天 這一天 今天這個一個小時 最高峰的時候 賀錦麗 當拜登宣布特選支持賀錦麗的時候 一個小時最高峰 進來的募款是一千一百五十萬美金 所以那個某種程度 對民主黨的視趣凝聚 是是是有幫助的 所以看起來這場選舉還有得打 我們只能說美國選舉 民主國家的選舉是這樣子 大家各自競爭 各自努力 然後峰迴路轉 看起來都對於全世界都有重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看到 美國軍援印太二十億美元 臺灣獲得十二億 這代表什麼 這個錢不是民主黨 不是共和黨 而是民主黨跟共和黨 共同的共識 問題在這裡 因為這是經過國會 所以再看印太安全援助 最大受惠者就臺灣 顯示華府強化臺灣防衛能力的決心 所以大家在看這個時候 有人講 川普共和有時候怪怪 好像沒什麼表演 有人這樣說 不過做出的事情都對 為什麼 你看他第一個 跟中國槓上 對中國關稅的加強等等 看起來好像都是從川普開始的 所以有人講說美國看看他們真正的行動是什麼 那才是重點 而真正的行動在國會裡面共和民族兩黨共同的共識在這裡 所以冠廷 你美國日本你都有相關的研究 怎麼來看拜登退選這件事情 對臺灣 包括今天股市 大家嚇一嚇一嚇 但是股市在跌的時候 美國民主黨線上捐款 單日狂飆十五億 所以其實這也是很趣的現象 那個韓國瑜他說票多的贏 票少的輸 但是在美國不完全是這樣 他是根據每一週的選舉人數 就像剛才部長講的 總共有五百三十八個選舉人 那根據不同的州來去決定 他的人口多寡來去決定 這一次其實講到重點 就是講一些搖擺州 我是威斯康辛大學 瑞迪群學校區的 威斯康辛是一個搖擺州 密西哥 賓州 內華達 喬治亞 全部都是搖擺州 所以重點不是看他的民調高低 而是看在這些州 他的民調是高還是低 就能夠決定誰 所以搖擺州是最重要的 不要忘記包括小布希 他當時的選舉人團他贏 可是普選票是輸的 可是他仍然當選總統 美國一系列 這麼這麼多任的總統裡面 因為這樣子當選總統 普選輸 可是選舉人團的票贏 還當選總統了 已經好很多次了 不是一次兩次 所以這真的值得觀察 我先讓大家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說美國選舉人團 選舉人團到底幾票 怎麼來的 我簡單告訴大家 選舉人團就是他們的眾議員 加參議員 他們的人數加起來 就是選舉人團的人數 我整天這樣說 都做幾票 就是眾議院加參議院 議員的人數加起來 就是他們選舉人團的票數 在這裡也讓大家知道 美國的制度 再加三就是華盛頓DC 對 那個是包括在內人 所以就像剛才部長講的 沒錯 那所以我們就是要看這幾週 所以現在當然他的這個募款 突然會標增 因為有新的可能性出來 所以當然會有一部分的是自信 一部分的是希望 好像抓到希望 但是其實我們要看的是 這個賀錦麗他是不是符合 我們剛才講的上述那幾個州 他所喜歡的特質 他的政策有沒有符合這些 或者是說 他的個人的這個家庭背景 或者是他的這個女性的特色 有沒有辦法吸引到這些州 那當然有一些民主黨的大佬 現在還是保持著懷疑的態度 因為他不確定 那換上賀錦麗副總統之後 有沒有辦法吸引到這些人 其實他是一個 雖然是在左派當然會很喜歡他的人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 在這一些搖擺州 他有沒有辦法奪得這些人的喜好 很多老白男 對 特別是中西部 特別是中西部 我剛剛講的威斯康星 我剛剛講的密西根 還有我們的賓州 我高中的時候 高二的時候在賓州 其實他們都不是像加州 這麼的自由派 加州就是民主黨的大本營 可以這麼講 多元接納有色人種 對 所以說這就是我們要思考的對象 就比方說我們競選總統的時候 那賴清的總統 他可能要找一個 可以配合他的 來得到最多人的支持 拿到最多的中間票員 才有辦法得到全民的青睞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假設是這個賀錦麗的話 他的副手是怎麼樣 怎麼樣來可以做一個完整的平衡 得到最大的這個搖擺州的支持 這才是問題 那另外一方面 我覺得大家可能要比較謹慎 就是因為賀錦麗對外的政策 其實很少聽到他相關的論述 主要都是在對內 這個國家的內政 比較多他的說法 不管是在女性議題 或者是性別議題 或者是在用藥 就是是不是大麻 荷法等等 類似這樣的話 你可能會聽到 他的這一些觀點跟看法 可是對於你說臺灣也好 或者是對整個他的盟友 這些看法 我們還要再觀察 那總而言之 剛才講這麼多 不管是川普 或者是賀錦麗 大概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我們剛才提到的 這一個二十億美元 臺灣可以獲得到十二億 這些都是共和黨跟民主黨 基本上會有一定的共識 在這邊 就算是現在副總統 或者是川普 他說到什麼的盟友要付錢 但是臺灣在軍購上面 他的付出 其實是高於許多 美國援助的國家 所以我們要看要怎麼樣去 說服美國說 臺灣是一個有能夠帶來 利益或帶來價值的盟幫 如果是民主黨 你可以跟他們談 共同的價值 如果是共和黨 我們來談共同的利益 那如果你覺得他有一點算是 為了要讓臺灣的價值也彰顯 那又可以確保兩國的利益 都一起來的話 你就同時要講價值跟利益 所以現在我們看外交部長 包含寧家長 他開始在 除了價值外交之外 他開始講到一些核心的 產業的 工業的 甚至是軍事工業等等 他們不斷在講這些事情 開始出來 就是要因應未來的不同的候選人 的不同的挑戰 所以我們說我們當然是支持 由民主程序選出來的總統 但是我們要因此而調整 我們對外的論述 因為誰入主白宮 對臺灣就是這麼重要 那不管是怎麼樣 都要先做好 我們遊說的方式 所以其實美國多次 從之前 從小布希那個 那種時代就開始 他說臺灣 臺灣應該增加你們的軍費 要買 你要買一些對你們防衛武器 尤其最主要是不對稱的戰爭裡面 所以小布希當時為什麼要賣八艘潛水艇給臺灣 可惜當時國民黨的主席是馬英九 馬英九就是不買 馬英九就是不買 所以我們現在要自己製造 那當然也是臺灣另外一個契機 那臺灣現在的軍費 我們的維護自己的 所以要pay for defense 我們要 那個不是保護會 是我們要防衛自己能力要富的 那他也許認為說臺灣你們的地緣政治 是不是應該要增加到百分之三 也許講的是這些 只不過沒有明白表達出來 但是從這裡可以知道 其實臺灣以前所有的武器都是自己買的 本來就是自己買的都不對 我分三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剛剛主持人在講說 他是不是希望調高臺灣這個軍費佔GDP的佔比 當然是嘛 為什麼 因為之前川普 我講在川普 他在這個之前的任內的時候 就要求過歐盟 要求過這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你們這些歐盟的國家 要調高你們軍費的支出嘛 因為當時德國是帶頭的國家 德國帶頭不願意啊 所以等於川普那個時候講這個話 有很大的理由 就是因為你們這個看起來對自己的責任 是不是因為安逸太久了 所以在軍費上面支出 你們顧得賺錢 然後不願意增加 這是第一個 所以他對臺灣當然會有類似的期許 那當然第二個要講的 這更重要 為什麼這更重要 因為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 這個首先對於川普的解釋 你知道講川普的事情 我從二零一六年川普當選講到現在 我覺得我對他故事有相當的了解 川普雖然他是生意人 很多人這樣形容他 但是川普旁邊的幕僚 以及川普的主張 對他影響很大 所以你再去看 現在川普的主要的幕僚 在講國安部分的 你還是會看到皮特納瓦羅 尤其是納瓦羅 這個是川普最重要的 對中國政策的經濟大師 那他在今年 因為川普的關係 你知道國會聽證 要找那個找納瓦羅去 然後等於說要他去證詞證詞說 拿川普當初 當初哪些事情都跟你有關係 然後你可以見證說川普有罪 你知道納瓦羅是意氣相挺 到去都不去 寧可甘願去 藐視國會坐牢 做四個月 所以你現在對川普來講 這個人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而這個人跟臺灣的學界也是熟 所以他川普經濟政策主張對中國的看法跟他仍然是一致的 然後再來第二個 蓬佩奧在這次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 說蓬佩奧來臺灣好幾次了 蓬佩奧對臺灣的支持 這個大家應該也是相信 蓬佩奧在這一次裡面看起來川普對於他的角色也是很吃重的 所以話說過來 你就可以看到是第一個是他的團隊幕僚本身 對於臺灣跟中國的政策 其實沒有沒有變化 第二個是最大的問題是在於說 臺灣的戰略價值跟經濟利益跟美國在一起這件事 這是在過去這幾年是越證明越明顯的事情 早在川普第一任之前還沒那麼明顯 是在過去這幾年的這個從川普到拜登 都見證臺灣在科技上的重要性 跟美國國家未來的利益是走在一起的 這裡面除了剛剛冠婷所說的 在軍工軍事武器的發展上面 跟AI相結合之後 那個以後的軍事武器跟無人機 無人載具的使用不是你可以現在可以想像得到的 這個美國跟臺灣是一致的之外 光是美國的企業 不管是Google亞馬遜 然後或者是你現在看到這個前一陣子 我們看到這個NVIDIA 這一些美國的重要科技拒搏 未來他們認為這個在市場上潛在的 AI五兆美元的商機 那個是美國未來的經濟命脈所在 也是美國的未來經濟 這些東西跟誰綁在一起 這些東西都跟臺灣的晶片 和半導體綁在一起 所以美國是確認過自己的核心利益 跟臺灣綁在一起的 然後最後我只在補充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臺灣其實很多人沒有去注意到的是 這個科技跟臺灣綁在一起的重要性 那個是美國自己的未來的經濟命脈 那然後各位去看一件事情 這個因為我們一直沒有花太多時間討論到 川普的副手犯思這個角色 川普副手犯思為什麼重要 除了他年輕 除了他來自於搖擺州 懂這些搖擺州的老白男的心聲之外 因為剛剛冠廷講了嘛 他這個最代表民主黨最適合選的人 不見得是賀錦麗喔 這個搖擺州有很多是老白男的選票 看來還是白人喔 所以最後會是誰 現在看起來這個不管是前總統歐巴馬 還是這個前議長裴洛西 都沒有很確定出來代表民主黨的一定是 這個賀錦麗這個角色喔 他們也都沒有表態 完全沒有表態喔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我要特別強調 犯思川普的副手的重要性 因為他後面代表的有一大票人 是來自於跟矽谷相關的人 代表美國科技業的人 因為他後面有個老闆 是PayPal的創辦人提爾 而提爾後面跟他投資的公司 他下面有一堆的轉投資 都是矽谷的公司 而這個是川普上次競選的時候 所沒有的優勢 但是很奇特的 在這次川普在選的時候 這一些跟矽谷有關係 而不是華爾街系統的 政治現金看起來有許多流向川普這一邊 所以這也說明了一件事情 即便川普未來有可能當總統 但是對川普來講 這些美國未來的經濟利益 他如果不能忽視的話 那他當然就不能忽視臺灣在戰略 以及在國防上面的價值 所以看到了美國總統選舉的 整個的變化 臺灣真的不是局外人 因為臺灣的經濟 美國的經濟 整個發展跟臺灣息息相關 另外臺灣在第一島 念的正中間 他的地緣政治太太太重要了 大家知道臺灣的東邊 花蓮外海 臺東外海 就是潛艇最好基地的地方 所以如果讓中國拿了臺灣 那整個太平洋第一島鏈 整個都失去了 哪一天哪一艘潛水艇 突然間中國的在美國的海岸浮出來 那他就要嚇一跳 可是如果有臺灣在 這種事情就不會發生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個時候 除了美國軍員臺灣 我們獲得十二億以外 無劇本實戰化的漢光演習 今天登場 結果颱風天變數 在這個時候 中國又來拿了 漢光演習的第一天 中國派無人機 四面完整 繞行臺灣 全港要來亂 不過在這個來講 這跟美國整個的選情 還有臺灣的剛好又漢光演習 這個連在一起 所以其實臺灣的政壇 沒有沒有辦法致萬 於美國的選舉 所以怎麼來看的一陣 美國的這場選舉 大家今天凌晨接到這個 就是拜登退選的消息 其實大家都非常非常震撼 那就像剛剛大家講的 那其實我比較擔心的一點 是就是如果執政黨是比較擔押 某一個政黨的話 其實這個就令人憂心 因為選舉大家都知道 沒有到最後一刻開票出來 你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個政黨當選 那或者說就算就是川普現在講說 臺灣拿走了我們百分之百的 這個晶片生意 臺灣要就是付這個所謂的防禦費等等 很多希望臺灣負起更多責任 這樣子的話 但是這個換上來這個賀錦麗 他的這些關於一些臺灣的言論 或是晶片產業的生意的這些政策 其實我們還是不太清楚的 所以未來如果民主黨真的順利提名了 賀錦麗還包含他的副手 他的一些外交政策 對臺灣的這個政策 當然基本的這個地位是不會改變的 像對臺灣的一些保護啊 或一些防衛是不會改變 但是還是會有多多少少一些差異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如果說單壓一個政黨 像之前我們就有發生過這個執政黨 單壓一個政黨 結果呢後來選完之後就發現 哇不對 也是另外一個政黨當選 就變成說臺灣就有點點尷尬這樣 其實從上次川普選舉 2016年臺灣臺灣的政府從來沒有單壓一個 因為2016年臺灣是蔡英文總統先上任 他一月選完了 五月二十上任 十一月美國才選舉 所以那時候臺灣的政府不會單壓一個人 從來沒有單壓一個人 這一次其實也一樣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行政院長 他講話似平伯穩 祝福美國的大選平安順利 這句話很清楚 所以3Q 其實從這裡來看美國大選 然後再看到美國軍員印太二十億 臺灣獲得十二億 然後剛好我們漢光演習的登場 中國無人機又跑來亂 所以這整個國際情勢 對臺灣來講 真的有時候臺灣的本身 我們有很多的因應的措施 我們有很多的劇本 今天要好好去剝話 要去企劃 漢光我很幸運 因為到萬九這陣後期 漢光用放CD的方式 漢光是實戰演習 對啊 萬九說我們要合併 沒有要戰爭 弱化 疫情縮短 如果放一台爪梯 在那裡放螢子 碰碰叫 那叫漢光演習 這是國民黨這陣的事件 臺灣對著國鋒所作的行為